花蓮的麻原祖先遗骨归还专案小组第二次会议 在万荣乡公所召开 立委孔文吉进行了协调 要求台湾大学要归还50多年前 被台大挖掘取走的布农族仙人的遗骸 让仙人能够回到故乡 也让后人能够记事 立委孔文吉表示 三年前就开始协调万荣乡麻原部落 换麻原祖先状案议题 要求台湾大学归还50多年前 被台大挖取走的布农族仙人一孩 送回麻原村部落安葬 立委经验同时也请万荣乡公所 召开第二次状案会议 来举专门应切期盼的诉求 真相调查报告 这个一定是有它的关键性 关键性的一个调查报告 所以真相调查报告 第一个我认为要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专案小组 已经开过医师会了 我们这边是有罚浪处长是代表还有几位 台大可能还要有更高层的 医学院的还有更高层要参与 校长也要随时注意 就是说我们这个专案小组里面呢 有一个是 我觉得有牵涉到三个 规管神授规管 这个可能不是说我们今天 我明年就规管了 可能不是这样经过专案小组里面 你们说有做妥善的保存 什么时候规管 第二个这个历史的真相调查报告 台大你要站出来 要道歉 道歉也没讲 刚才也没讲 第三个是补赏 怎么补赏的问题 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 大家许一许再开始 专案小组可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未来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 台大要针对规管 道歉跟补赏 这三个部分要做清楚的说明 可能不是一次 一次可以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 真相调查报告出来之后 调查报告出来 解剖人类学的调查报告 我们是来读什么解剖学 但是那遗骨到底有几句要讲清楚 然后那个最重要是什么 台大校方要表示不立场 针对规管 针对道歉 第二个同学要求台大务必把 茅园部落主线的遗骸 规管精度必须持续进行 不应该停滞不处理 必须要在今年要有所交代 要规划麻蕴村 误了后代的孩子们 定位他也规划了 麻蕴纳谷墙 来安置这些遗骸 也希望台大能够进出办理 记得中文字幕志愿者 没有 感谢观看